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生 夫人 先生 您还是叫我湘云吧 都是湘云连累了您 谈什么连累 坐牢又什么呀 曹雪芹当年若不是被抄家 也写不出《红楼梦》了 可先生是局外人啊 您可以置身室外的 红楼一梦情戏二人 我季晓岚无怨无悔 先生 相云愿为婢为奴 终身伺候先生 只是 身为陈家的人 我不敢做此妄想 陈家 就是那个浑身沾满铜丑的书伤 就是那个为了金钱可以逼妻子去做卧底的人渣 他 夫人 你还愿意跟着他 可陈文元不会放过我的 可我还不会放过他呢 先生 我太了解他了 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夫人 您放心 我季晓岚一定叫您出湖口 这桃花到底复业 开了没几天就卸了 正所谓红颜薄命啊 何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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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大人到了 听说季晓岚又被你下了大狱 这一次总算替您出来口气啊 多谢多谢 福大人显得很兴奋啊 季晓岚号称铁齿铜牙 这一回也栽了 您说我能不高兴吗 应该高兴应该高兴 不过 咱们也别高兴得太早啊 这个季晓岚到底是个高明之人哪 你说谁能想到 他竟然把石头记浸谢了太后 咱们千方万方 没防得他这一招啊 大人 皇上也将红楼梦叹为反书 均无戏言 皇上不会自打嘴巴呀 你只想到皇上却忘了太后 他老人家可是个明理之人哪 他万一喜欢石头记 就要为他平反 而皇上呢 又恰恰是个至孝之人 你说他能违背太后的遗旨吗 那这 那这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吗 大人 您得赶紧想个对策呀 凡事都有两手准备 对策嘛 我早就想好了 哦 你们二位说说 《红楼梦》是不是一部反书啊 这 皇上 您看呢 朕只看了前半部 何来反清复明啊 皇上英明 可是朕 偏听偏信 前此下措圣旨漏 可君无戏言 皇上若是出而反而 将来又何以取信于民呢 那若朕若是知错不改 怎么能让朝野耻笑吧 皇上 您并没有错呀 当然 说《红楼梦》反清复明 的确有点牵强 但是 那书中的利益 完全违背孔梦之道啊 哦 何爱卿何处此言呢 皇上您想啊 书中那个贾宝义 从来不读四十五经 就喜欢看什么《西香记》 这不是和孔梦唱反调吗 嗯 还有 嗯 你接着说 接着说 还有书中那个保学之事贾政 这是贾宝义的父亲 被写成了一个十股不化的老顽固 独来令人生厌 这 岂是教化人心之道啊 嗯 嗯 有点道理 皇上 您再细想想 如果这样的书流传开去 人人都学那个贾宝玉 四书五经 不念 三干五常 不要了 说奴才斗胆问一句 皇上 您还靠什么 智力朝政 何爱卿一言击中要害 对呀 何大人言之有理 以臣之鉴还是烧了他 烧了红楼梦 皇上 这些日子臣追查反处一案 发现民间私传红楼梦者甚多 可见其流毒之广 若蔓延开来后果不堪设想啊 老太后很喜欢这本书啊 皇上 太后叹了人家善良的书 人后 岂能看出曹雪芹的古惑之招啊 可是禁了石头计 那朕怎么向太后交代啊 皇上 以奴才余见 禁 不如修 修红楼梦 是啊 我们把书中那些离经叛道的东西统统剃掉 带着以恐梦之道 这部书照样可以堪行天下啊 可情认为此法可行 是的 皇上 不如修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早已失传了 何大人 高招啊 故事的结局 人物的命运 肯定要在后四十回揭晓 这样呢 我们可以让贾宝玉 后来 学把谷 考功名 中举人 娶其生子 延续香火 做一个忠臣孝子 好好好 改得好 改得好 这样 可以给那些天下不大安分的读书人 树立一个好榜样 还有 那个贾宝玉可不能去林黛玉啊 对 太后可是很喜欢他们俩啊 皇上 可以这样续写啊 让那个林黛玉早早死了 让贾宝玉取薛宝钗 这样方合人伦礼教啊 人伦礼教国之之助 好 好好好 何爱卿不愧是国家重臣高瞻原主 哎呀 谢皇上夸家 福康安 臣在 你年轻毛躁 还得好好地向何大人学习啊 康安知道了 嗯 朕现在可以去见太后了 福康安 把那个季晓兰 放 哦 臣遵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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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